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10月17号开始 聚焦在役后的亚洲天主教会 其中10月17号与会者先是从神学角度 省思了疫情后的教会 圣佐圣职部部长于兴直书记 谈到思多培育的相关问题 10月18号青年是焦点 日本高松教区青年布林工作负责人 高山省府强调了聆听青年的重要性 同时也探讨了妇女、移民和人口贩孕问题 10月19号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继续分享 亚洲天主教会的现况 陈岛由台班主办 当天的主题是 疫后的教会环境 与会者先谈到如何利用媒体 建构一个充满信仰的相遇环境 然后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 特别就教宗爱的喜乐劝欲进行演讲 他首先表示 教宗方济各在爱的喜乐书中提到 教会的使命就是成为占地医院 希望基督徒团体保护所有的生命 为受伤的弟兄姐妹疗伤 以爱德见证福音的精神 他指出 全球离婚率不断攀升 如何以一个资源有限的占地医院 让商兵彼此合作 互相照顾 必须透过本堂神父和教区主教的紧密合作 才有办法承担这个挑战 从台湾的经验 他提出三条路径 就是组织信仰小团体 培育灵性关怀师和建构关怀友善社区 在培养信仰小团体部分 台湾已经迈开步伐 但目前离婚议题的复杂 不是一个神父就能着手处理 所以必须建立灵性关怀师 透过灵性关怀师的陪伴 让个案去看到自己五个面向的需求 包括发现或寻找生命的意义 宽恕或被宽恕 爱和被爱 怀抱希望 以及与至高者的关系 从而探究天主在他身上的旨意 在离婚领域关心的对象不只是教友 因此必须透过和其他宗教合作 制定灵性关怀制度 有了灵性关怀的制度 在与信仰小团体相结合 才能真正走出教堂 发挥内在的信仰动力 在社区环境中作证 目前台湾已经积极着手 进行关怀社区的建设 李主教表示 从占地医院开始 推动信仰小团体走出去 培育灵性关怀师 建构关怀友善社区 透过这样的同道协行 落实希望 才是真正的爱的喜乐 10月20号的弥撒 是由台湾天主教会 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主理 他在讲道时表示 台湾是亚洲其中的 一个小小羊群 但在此和大家 一起蒙招走成圣的路 一同感受天主的大爱 同道协行 是世纪教会的功课 在这过程体会天主 他说 福音有如火 是一个讯息 他摧毁生活中 先前的平衡 促使我们 摆脱个人主义 克服自私主义 从罪恶和死亡的奴役中 转向复活耶稣的新生命 作为亚洲主教协会大家庭 及共义教会的一份子 主教们在天主和天主子民面前 责任重大 自知自己的不足和人性的软弱 身为主教 更要死于自我 并求天主在弥撒圣祭 派遣圣神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若是谦虚 天主圣神 就容易找到他 进入我们内的途径 亚洲地区主教们 将在10月23号 为世界传教节举行感恩祭 会议的闭幕弥撒 10月30号 在曼谷主教座堂举行 也会发表一份最后文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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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